好 來 繼續來看這個地驗室 今天又就第一條刮文鐵來問口徑 讓人很意外 是這刮文鐵竟然是替工頭 說是刮文鐵自己主動要求的 是關於作會的室友幫刮文鐵來替他 說這也不是刮文鐵第一次替他替他替掉 說他當年結婚之後 人生有一段黑暗期 那當年他也是替工頭來表達他的心境 正台北市長的關文鐵 今天這早就給他減風體診 這也是他風采定恩阿 頭一邊體診在現地驚頭前 他把頭髮弄弄掉 和以前體診時查詮子 經紀法務部的規定 為了為何受養人的身心健康 用性療法習慣跟公用衛生 規定受傷前 每個月要加兩百頭髮 既然被告是經紀無罪推定的環境 尊重各種的議官 買共責加頭髮 聽說這次就是關於文鐵主動要求 要加頭髮 所以台北的勘修所 尊重他的議官 其實有一段時間我人生蠻不悲安 那我問我太太說如果出家 你有什麼打算 我太太說 如果你真的要出家 那不能早一點 因為她比較年輕的話 要改嫁 改嫁比較容易 是說這不是關於文鐵 人生頭一輩入江頭 一般心情說 下面沒有等毀季結婚後 剛才人生最不主意的時尊 又想出家做回想 這次的心理造型 應該對我給她關注 感動的立委也很歡樂 我只是對現在的狀況 感到非常的遺憾 我沒有辦法 也不願意 去做各式各樣的揣測 我只希望大家將心比心 憲政經發社整理現金 維修的案件 顧問特風氣提供 天頭是風雨啊表示空氣 要是想要做這件事 表示他的情報 電現金哦 我再都在製造 Hello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